最近几年素人恋爱综艺节目越来越多 受到了很多观众的喜爱而在所有节目当中 有一档却颇为另类那就是半熟恋人 寻找的都是30岁以上的半熟素人 经过第一次约会的接触之后 四男四女基本上都有了自己的选择 而节目组也在这个时候选择 加入了第五位男嘉宾和女嘉宾 其中值得让人注意的是 男5号王宇成只有27岁其实不能算是半熟 而也是王宇成这个另类的出现 让我们看到了30家大叔 和20多岁小伙子在感情观上的不同 王宇成的第一次约会选择了周南 在约会中可以看出周南是长在他审美上的人 人是视觉的动物第一眼决定是否有好感 这点其实小鲜肉和大叔都是一样的 但是不一样的是 王宇成在聊到自己的事业的时候 非常有分享欲而周南也愿意倾听 这让王宇成很受用 显然他喜欢能够欣赏自己的人 其实相同的一幕也出现在周南和于悦的约会中 周南也是长在于悦的第一眼神美上 所以两人有了第一次约会的进一步接触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 于悦被问到自己事业的时候 他并没有表现出很强的分享乐 只是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之后很快转向了罗拉当时很多人都不理解 如今对比来看其实这种变化的原因并不复杂 年龄越大经历越多 其实更少在意别人是如何看待自己的 尤其是事业到达一个稳定的阶段之后 他们更专注于自身的感受 就是我是不是自在的 王宇成享受展示自己并且获得认可的过程 这能让他开心 而对于于悦来说 他更喜欢那种让自己舒服放松的相处 其实同样的还有王能能 王能能的第一选择是杨梦静 要约成功还很开心 但是第一次约会之后也是转向了罗拉 其实两场约会中王能能都是相同的状态 那就是刚刚下班其实有些累 紧赶慢赶到了约会现场还迟到了一会 两场约会中王能能都没有失礼的地方 但是相比较之下和罗拉一起的时候 他更放松和自在 而不是处在一种社交技能触发的状态 就像王能能和罗拉说的那样 保持一种社交状态 其实对于自身能量和情绪是有损耗的 虽然他们的阅历让他们可以从容做到 但其实并不想总是保持这样一个状态 他们更希望有一个伴侣 可以让Routine变成更明亮一些 而不是再去追求那些超出Routine的浪漫 反观王宇成年轻精力饱满能量旺盛 一上来就迫不及待地制造浪漫 亲自为周南调酒 这其实是跳出Routine的状态 而把这点做到极致的则是大哥黄瑞恩 直接用晚安两个字就结束 要和女5号的第一次对话 把注意力放回到了罗颖身上 看起来这是专一其实只是更专注自身 专注自身的喜欢和感受 不在别的地方消耗精力和情绪 30家的大叔们已经拥有了自己的生活拼图 他们寻找的只是最后确实的合适的那一块 而20家的少年未来才刚刚开始 更渴望美丽新鲜的事物 这样的差异也导致了他们选择的不同